在西北地区,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何处无土匪,何处不土匪,不过,当宋哲元成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后,这里的土匪风气才有所改观,宋哲元曾指挥部下击毙两千余名土匪,而且还俘获了五千名土匪,当时众人都在争议,这五千名土匪到底如何处理? 宋哲元只是说了一句,我宁可背下这千古骂名,也一定要杀掉这五千名俘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抗日英雄宋哲元于1885年出生在山东省赵宏都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家族中的文化氛围对宋哲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宋哲元的父亲宋湘也十分注重对他的教育 宋湘将自己所学都毫不吝啬地传授给了儿子 同样的,宋哲元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元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人,从他学成回家创建私塾就可以看出来 宋哲元在17至23岁这七年间,创建的私塾满足了穷人家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他也因此而受到当地人的尊重 其实,宋哲元是个文武全才,他小时候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 他带领村里的孩童们一起学习军队把势,甚至还赏罚分明 1907年,宋哲元考入了北洋陆军第六镇随影武备学堂,并于三年后毕业 后来,宋哲元因为在军事上有远见着实,而结识了冯玉祥 1925年,宋哲元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攻下陕西 那时,西北地区土匪横行,特别是以党玉坤为首的土匪,更是嚣张 他们在凤乡一带,作恶多端,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值得一提的是,党玉坤曾经也在部队里待过,甚至还当过部队领导,带兵打过仗 他的上司就是郭坚,后来郭坚因为不服从管教而被西北军打死 党玉坤只好带着仅剩的几个部下来到陕西落草为寇 许师部队的经历提升了党玉坤的见识 他在当土匪的时候不是只顾着敛财享受,还知道要扩大军事规模 党玉坤把搜刮来的大部分钱财都用在了军事上 为了有更多的钱来维持军事 他甚至还勾结当地的土豪乡绅去到古墓 使得一些珍贵文物流落海外,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党玉坤的所作所为积极了名分 当地政府也出兵缴匪 然而凤祥城一手难攻 政府也拿党玉坤积极部下无可奈何 直到宋哲元出现,这种局势才有了很大改变 宋哲元对缴匪这一任务胸有成竹 然而他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普通的爬城方式在此地根本起不了作用 于是宋哲元开始想更好的解决办法 1928年,第二次缴匪,宋哲元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 他让部下在主战场上表现出进攻的样子 以此来吸引土匪的注意力 然而在另一边,他已经安排好部下 在距离凤祥城200米的一处民宅里挖地道 战士们将这条地道挖了近半个月 终于将其挖到凤祥城底下 接着,战士们又在此地建造了一所小房子 并在里面存放了4000公斤炸药 随后,战士们就按下了点燃炸药的按钮 接着,凤祥城外的1500门野炮、山炮以及迫击炮 都向城内打去 炸药以及炮弹这种里因外合的轰炸 彻底让敌人招架不住了 凤祥城门上的巨大缺口仿佛在暗示着 剿匪工作已经成功了一半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经过清点发现 他们一共歼灭2000余名土匪 而且还活捉了5000多名土匪 当时,众人都觉得按照惯例 应该将这5000名土匪收编起来为己所用 可是,宋哲元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他觉得这群土匪肯定是不甘心的 如果留他们一命 说不定将来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那时候剿灭他们就更加困难了 于是,宋哲元决定将这5000名土匪坑杀掉 他还说,我宁可后人骂我千百年 今天我也要将这5000名俘虏杀掉 接着,这5000名土匪就被押送到凤祥城东巴里的东头关帝庙 那里有一口枯井 宋哲元就将这口枯井作为俘虏的葬身之地 当时,宋哲元和一些将领身着正装 坐在了关帝庙的门前 在战场上见惯了腥风血雨的他 根本不害怕眼前的血腥景象 他平静地看着一股股鲜血溅出 一颗颗头颅掉落 时不时地还和其他将领们进行交谈 那时,他安排了50多名筷子手前去行刑 老手们手起刀落 很快就将俘虏的头砍掉 而那些新手则不忍这些俘虏受苦 干脆直接把一些俘虏踢下井里 俘虏们发出了惊天的惨叫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不过,这样产生的威慑效果却是最大的 附近的小土匪们都畏惧这样的下场 从而主动向宋哲元投降 重新做回一个普通百姓 很快,陕西一带的土匪就销声匿迹了 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又回来了 剿匪这件事让宋哲元名声大振 他也受到了很多表扬和非议 有些人觉得宋哲元剿匪的本意是为了百姓 可是他对待俘虏的手段未免有些残忍 毕竟有些俘虏并不是自愿当土匪的 他们只不过是受到了党玉坤的威胁 还有人觉得宋哲元的举动解救了百姓 让当地百姓再也不用担心土匪侵扰了 其实宋哲元并不在乎世人的看法 他当时做决定时就已经想到了自己将来 肯定会受到争议 1931年918事变爆发 宋哲元向全国发出通电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奋斗牺牲嗜血国耻 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 1940年宋哲元受肝病和脑血栓折磨 于当年4月5日在四川绵羊去世 究竟葬于富乐山享年56岁 1931年4月5日在四川绵羊去世